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齐聪 最近在霹雳州的安顺那边发生了一个大事件 就是在安顺当地有一个跟关公有关的组织 华人社团 就办了一个国际性的关公节目 然后就邀请了世界各地的相关关公 的组织的代表 来这里参加这个节目 然后当中肯定有中国的代表 然后在那一个会场上就发生了一些小插曲 就是传闻 就是中国的代表 高举这个中国旗 无形旗 然后这个画面就被捕捉了下来 然后就在马来社会那边炸开了锅 然后就是非常敏感的说 在马来社的国土上怎样可以挥伍 这个中国的五星级 有中国的敏感 有华人的敏感 有共产党的敏感 然后 这个 回教党 就抓着 这个事件 来 加油 加酱 然后 不只把这个东西 牵扯到 中国 华人 甚至还牵扯到 行动党 他甚至 他直接 在那边说 这个是 尼克敏跟乌家良的活动 两个行动党的领袖 OK so 这个事情 之后的发展 是怎样 首先 就是这个 有关当局 也就是这个 关公节目的主办人 他出来曾经说 他说 他道歉 的确是有人 挥舞这个中国旗 但是 他说 挥舞中国企业人 是 中国的代表 刚才我都说 这是一个国际性的节目 他有邀请世界各地的代表 来参与这个节目 然后是有中国 代表 挥舞这个 五星旗 然后 这个 尼克敏跟这个 吴家良 他们也有出来说 他说这个节目跟他们没有关系啊 这个 回教党的领袖为什么硬硬要把这个尼克敏跟吴家良给扯进去了 然后呢 尼克敏也说了 他决定他要去告这个 回教党的领袖 因为呢 污蔑他 硬硬要把这个克敌跟他持上关系 然后还有一个 很关键的 就是呢 这个霹雳州的州务大臣 也就是这个霹雳州的number one 有出来讲话了 他说呢 如果 证实的 挥舞中国旗的 是中国人 没有问题啊 OK 哈哈 好 现在整个新闻的脉络大概是这样 然后呢 还有一个呢 不管是的局外人 他也来凑这个热闹 而且是凑到非常的好笑 凑到非常的可爱 就是一个 马青的领袖 我不知道他什么职位啦 名字叫做梁子祥的 我对他的记忆只是记得 他好像是 在大选的时候代表马花去打 太平 然后 他讲 如果他赢了的话 他要去跟中国借一对熊猫放在太平 OK 这个蛮好笑的啦 OK 他今天做的事情其实也是 很好笑一下啦 我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勇气啦 针对这个事件呢 他出了一个文告啦 他出了一个文告 他是骂那些 挥舞中国旗的人 然后 从他的文告里面 他基本上已经 假设了 挥舞中国旗的这些人是本土的马来西亚华人 然后呢 他谴责这些人 马来西亚华人如果在 马来西亚国土上挥舞中国旗的 是叛国的行为 是不爱马来西亚祖国的行为 诶 我在想 梁子祥啊 梁子祥 你发这个文告之前有没有问过你马华的高层的 你确定你马华高层同意你这个内容吗 你确定 你发这一个东西 你不会害到马华给华人骂吧 OK 我认为他会给华人骂的两个原因 第一就是 很明显的 连你的霹雳周 周五大神都已经出来说了 如果会有中国旗的是中国人 不是马来西亚人没有问题啊 啊 所以其实 霹雳周周五大神的已经是收到疯了 那些都是中国人来了 不是马来西亚人 然后 你梁子祥你就在那边说 啊 马来西亚 本土华人如果挥舞中国旗就是叛国 我谴责这些人 所以 你知道你在谴责谁吗 这些人存在吗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这个是等下我后面会重点讲的啦 我现在可以先讲一点就是 基本上的华人社会的对这个课题的都是 敢怒不敢言 当然大家心里面的都默认一个事实就是 如果是马来西亚本土华人 挥舞中国旗 这并不是一件对的事情 但是如果因为这样的事情 而中标 而现在被你梁子祥骂 你说会爽快吗 OK 讲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我要表达的意思 OK我现在我后面讲一下 差不多关于这个东西 就是 我现在我跟你讲的这些 是之后很多新闻 的follow up 当这个事件爆发的时候我没有马上拍片 因为那时候所知道的新闻是非常片面的 我是等了发酵一两天了 收集完所有的新闻 我才来给你一个完整的故事 其实现在完整的故事已经差不多出来了 走到最后就是 挥舞中国企业是中国人 然后就收工了 连屁周周大臣都讲没有问题吗 你还想想 接下来就看一下这个尼克敏跟这个 回教党 要怎样打官司 我继续讲回这个东西 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心里面想的东西其实是蛮复杂的 我想的第1件事情就是 是否 如果这个是 真的是马来西亚本土华人挥舞这个中国旗 要怎样去兜呢 OK OK 当然 我不会像这个梁子祥这样 第一时间就出来指着 这些马来西亚本土华人 骂 你们在马来西亚本土 会议这个中国旗 会议这个中国旗 你们是叛国 你们不爱马来西亚祖国 当然我不会 做到这里 我会想要想要想合理化 但是我想想一下 又很难合理化 OK 你说 如果马来西亚本土华人在马来西亚本土 挥舞中国旗 要讲合理化 我一时半刻 我真的是想不到 我不知道要讲合理化 我不知道要讲斗 OK 我想一想去 只有一个 说法不好 就是 我们跟我们的有足同胞说 你们平时也不是在挥舞这巴勒斯坦基 现在我们扯平了 OK 但是 如果我们讲这个的话 我们又会陷入一个矛盾 为什么 因为之前有足同胞挥舞这个巴勒斯坦基 我们华人也是很多在那边靠北靠步 我如果现在用这一句话 你们平时也是挥舞巴勒斯坦基 我们现在扯平了 这样的话 我等于啪啪打脸那些 直接靠北靠步 人家拿 巴勒斯坦基的那些 所以是不是很矛盾 所以 这个 你可以说是一个 蛮硬的合理化的结构 但是你又会啪啪打脸这些人 所以我想 还是不要产生产浑水的 我也不知道怎样 讲合理化 我用巴勒斯坦基 来当做扯平的借口 也是不行 会啪啪打脸那些人 所以 来到这里 你现在就明白了 你讲人家 挥舞巴勒斯坦基 人家 会讲你挥舞中国基 其实是理善网来罢了 OK 所以 现在大家 或多或少会 知道 人家挥舞巴勒斯坦基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怎样 大家自己想 OK 其实起码 我老是讲一句 我公道话讲一句 人家挥舞巴勒斯坦基 至少 巴勒斯坦是他们 伊斯兰的兄弟 而且现在正在 王国的边缘 OK 巴勒斯坦真的是在王国边缘 这是事实 OK 然后 反观 跟中国 虽然说中国跟你有血缘关系 但是 中国在王国的边缘吗 我们大中国 国作千秋万事 习主席万寿无奖 你讲我们 中国怎样会在王国的边缘呢 所以 不好诅咒中国 OK 中国都没有在王国的边缘 这样 我们又要用什么理由来挥舞中国去呢 我实在是不知道了 像之前那个 中灵学校 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外交的礼儀 OK 甚至也说了 那些拿中国旗的是 中国人来了 OK 就如这个 P走走 大神所说的 只要是中国人 会有中国旗 没有问题 OK 可是 现在 这一个 安顺的 关公 的节目 他不是外交礼儀 那些中国代表 其实是比较像旅客的薪资 你说要怎样合理化 老实说 我昨天我一看到这个新闻 我唯一可以合理化的借口就是 你们也是挥舞巴勒斯坦7 大家扯平 但是 讲这句话 之前那些靠北靠布 有主哪巴勒斯坦7的人 我们就要怎样 难道我们说他们之前讲错了吗 哈哈哈 OK 所以讲到这里你就明白了 我还是要讲回刚才那个 马清儿领袖梁子祥 果然是姓梁 梁静如借给他的勇气 华人对这个事件的 心情是非常的复杂了 然后他敢敢 第一时间跳出来说 华人在马来西亚挥舞中国旗 你们是背叛马来西亚 你们是叛国 我佩服他勇气 我也不说他讲的话是错了 只不过 他勇于面对 华人的情感 厉害 哈哈哈 OK 好 总而来说我也不知道我结论要讲什么 结论就是 其实 整个事件差不多要落幕了 特意周周大臣已经给一个依靠了 中国人挥舞中国旗 没有事情 没有问题 整个casters cross OK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 大之为止 谢谢大家 Bye